各位投资者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早报 我是金玉主播David 以及我们的助理分析师团队成员Oliver 今天是2021年的1月19日 美股收低技术股跌幅较大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1% 达2020年以来高位 由于政府债券收益率触及2020年以来的高点 美国主要股指周二大幅下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543.34点 获尔本1.5% 收于35368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.8%至4577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.6%至14506点 创下三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较近期高点下跌10%以上 是自2020年4月以来首次受益200日移动均线下方 小型股基准罗素2000指数下跌近3.1% 高盛股价周二下跌近7% 此前该行未能达到分失对其第四季度收益的预期 由于华尔街员工的薪酬增加 高盛的运营费用飙升23% 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强劲上涨 被受关注的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自2020年2月以来首次突破1% 两年期国债被视为衡量 美联储将在何处设定短期借款利率的指标 微软687亿美元现金收购视频游戏巨头Activation 微软周二宣布将以687亿美元的全现金交易 收购视频游戏巨头动视暴雪 这一价格意味着微软将为动视暴雪支付每股95美元 动视股价当天首盘上涨超过25% 周二收于每股82.31美元 微软表示预计将在2023年裁年完成该交易 然而美国监管机构表示 他们将更加积极的评估大型收购 尤其是在科技行业 这笔交易还体现了微软的长期愿景 因为它与Meta竞争构建 以创建称为元宇宙的虚拟世界 如今虚拟世界以游戏为主 但希望能够扩展翼银河其他人群 并取代许多传统的在线社交网络活动 油价创2014年以来新高 因供应担忧 油价周二触及于7年高位 有可能推动全球通胀进一步上升 因压住今年晚些时候 原油需求可能超过供应 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周二上涨1.9% 至每桶88.13美元的高位 为2014年10月油价突破 115美元以来的最高水平 自年初以来 布伦特原油和美国基准 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 均上涨了约13% WTI达到85.74美元的高位 一些分失预测 除非供应增加 否则今年原油基准价格 可能会超过每桶100美元 渣战银行策略时表示 随着全球经济继续从2020年 开始的冠状病毒引发的 放缓中反弹 供应将难以跟上需求 世卫称Omicron不是最后一个变种 上周全球病例飙升20% 世界卫生组织周二表示 尽管Omicron在一些国家的 消退大流行并不会结束 并警告称随着病毒变异 世界各地的高水平感染 可能会导致新的变种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 过去一周全球新感染病例 增加了20% 报告病例总数接近1900万例 但未报告的新感染病例 会使实际数字高得多 高水平的传播给病毒更多的 复制和变异的机会 增加了新变种出现的风险 社会称现在不是放松公共卫生措施的时候 比如减少戴口罩和保持身体距离 呼吁各国政府加强这些措施 以更好的控制病毒 并在新变种出现时阻止未来的感染浪潮 快据部分 美国公司2022年将平均增加支付工资3.4% 根据调查 美国雇主预计在2022年 向员工支付平均3.4%的加薪 在劳动力竞争和高通胀的情况下 预计工资增长快于前两年的实际加薪 通货膨胀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但这并不是唯一因素 更大的部分是关于这场人才竞赛 花旗集团将完成出售台湾消费银行业务 花旗集团即将向新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出售其在台湾的零售银行业务 知情人士透露收购价约为20亿美元 交易可能会在本月底之前宣布 其中将包括花旗集团所有台湾消费者银行业务人员的调动 包括45家分行抵押贷款和一项大型信用卡业务 高盛增加人才支付利润下降 高盛集团公司周二表示 它在2021年额外支付了44亿美元的薪酬 使该银行出现了今年唯一的季度利润下降 加息在即亏损公司遭抛售 随着美联储接近加息 投资者正在重新定价市场上不赚钱的公司股票 包括开支较大的科技公司 没有任何批准药物的生物技术公司 以及通过与空白支票公司合并而迅速上市的初创公司 随着美联储官员的信号和持续的高通胀数据表明 加息迫在媒介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中未盈利的公司的股票出现下滑 而盈利公司的股票普遍仍在上涨 来看一下标准普尔500的涨跌幅榜 涨幅榜的前三名 第一名是视频游戏公司ATVI上涨25.87% 第二名的软件商CTXS上涨5.42% 第三名的肥料商CF上涨2.72% DF榜的前三名第一名是生物科技公司MRNA下跌8.85% 第二名的半导体设备商AMAT下跌8.76% 以及第三名的半导体设备商KLAC下跌7.19% 最后看一下大宗商品市场 原油价格为86.52美元上涨2.72% 天然气价格为4.33美元 当日上涨1.52% 荷燃料幼的价格为46.5美元与昨日持平 金价为1813.67美元 一日下跌0.29% 铜价为4.38美元 下跌1.13% 铁矿石价格为126.68美元 一天上涨0.82% 以下是今天所有信息的新闻来源 密封财富 智慧理财全球精选 私人尽致 加以长青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